我們現在要摳過去了 就是我們明天四足賽 然後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在等陳柏良隊長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要來連線給我們明天即將出戰 迎戰泰國隊的陳柏良隊長 泰國人也不好惹 太帥了 你說誰帥 泰國帥嗎 泰國不帥 不帥不帥不帥 好 我現在打囉 我們現在用視訊的方式 那個螢幕看得到嗎 你要說你他女客沒有在旁邊喔 沒有咧 幫我弄你幫我弄你幫我弄 你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嗨 畫面看得到嗎 嗨隊長你好 聽得到聲音嗎 等一下等一下我調一下喔 嗨 可能尋號會有點不好 為什麼會沒有聲音啊 等一下喔 有了有了 哈囉隊長你好 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聲音怎麼辦 可以請工作人員幫我們調一下嗎 嗨 好 你那邊能聽到我的聲音嗎 可以可以可以 耶 歡迎我們中華男竹隊隊長陳柏良 耶 隊長你們今天剛練舞玩球很辛苦對不對 還好啦不會 今天就稍微適應一下場地而已 真的喔 做賽前最後一場訓練課 對 明天就準備比賽 請問你現在的心情緊張指數大概緊張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興奮大於緊張耶 對 因為這是台灣20年來第一次我們可以踢進就是第二輪的賽事對不對 對 對 好厲害喔 對 因為其實我們陳柏良隊長呢 他是在杭州踢球 他算旅外的 然後這一次回來當我們隊長這樣 那你們今天請問隊長啊 你有跟那個大家有說什麼激勵的話嗎 因為你是隊長耶 你是台灣隊長耶 真華隊長對不對 你有說什麼嗎 其實我更希望是用我的表現來激勵大家 對 真的 希望他們可以跟著我一樣這樣 對啊 對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我們跟泰國的實力其實還是有一點落差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們的策略就是 防守 防守好之後就進攻 對不對 對 肯定我們 如果想要贏這場比賽 我們必須得先不丟球 對 那這樣我們才會贏球對吧 沒錯 你看很多我們聊天室裡面的大家說 陳柏良 陳柏良 因為明天我們很多人至少 我估計會有大概兩萬以上的人去看你們比賽 那你會去嗎 我當然要去啊 我會穿著那個 我跟你講中華隊的球衣 我背後全部是他們所有球員的簽名 我明天會去 帶著台灣的國旗 對 那你希望我們球迷要怎麼尖叫你們才 那個會踢得更開心 我覺得只要到場來我們就很開心了 不用再尖叫了 你懂嗎 真的喔 那你要呼籲一下嗎 你要呼籲一下大家 呼籲一下大家是嗎 對 一定要進場看球 OK 就是明天6月16號7點 希望大家能夠到台北市田律場 對 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有轉播嗎 有轉播 有轉播 幾點啊 那票是我取的 7點半 早上 對 晚上啦 沒有都可以 晚上 那我們這樣子好 我們四個 我們今天四個一起幫中華隊加油加油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 陳柏良隊長 好好休息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一二三的中華隊加油加油加油 一二三 中華隊加油加油加油 很沒有精神的感覺 好 我喊一二三我們中華隊加油 好一次就好了好不好 好 一二三 中華隊加油 好 謝謝我們的中華隊隊長陳柏良 希望你明天帶領之下呢 我們能夠 呃 吃下 泰式 焦麻雞 好不好 耶 那你要好好休息喔 隊長辛苦了 拜拜 中華隊加油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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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 很淡定的隊長 我要說我已經在抖了 我剛才用我左手去支撐 我對不起你 還要讓你當我的活動支架這樣 你不會覺得很熱血 謝謝 謝謝